三峡区的旅游圣地大暴溪每年都不平静传出了溺死意外 为了超渡大暴溪的溺壁亡魂 三峡区插脚里的里长林昆囊 每年都会在大暴溪中原浦都的时候 自费邀请道士到西流沿线的十大危险水域来进行超渡 让苦苦亡魂得解脱 也未来细水的游客求平安 为了超渡历年来在三峡大暴溪历地亡魂 三峡区插脚里里长林昆囊 每年在大暴溪中原浦都自费请道航高深的道士 到大暴溪沿线十大危险水域进行超渡 祈求游客平安 不是我们这波浪是我们三峡里和一木里 金顺利一年一堂七月半的葡萄 我们今天的葡萄的用意是 沾对我们大八家 大八家过去有些来这里剃头的 在这里翁姓 我们有请一堂书 来跟他们去每一点十点来跟他们敲打 给他们敲打来这里 葡萄整里三里的人作为给他们葡萄 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这三峡联会 和三峡祖师廟 还有我们插角力的大阪跟 那个发言山林 还有里山神工 再一个新闻人事来跟他们葡萄 照法度今天我们还办这个报道 也感谢我们新百姓和三峡丁公司会把我们关心 这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希望说这一年一堂 可以越办越好 我们大八家将军以后平平安安 有客座 大家来这里赏华益处的时段也会放心 今年中元节 叉角里金顺里 游牧里三里联合普渡 祭大报西超度亡魂法会 希望能够透过共评的祭拜 以及道士的祈福 祈求好兄弟 让大报西延安一切平安 市议员吴奇敏也到场关心 我们可以说每一年我们的大报西延安 或是由我们的叉角里和我们金顺里 两里来基盘 可以说每一年为了来祈求 这个地方的平安 来祈求我们的好兄弟 好土工来保佑台湾的延安 过去可以说利弊事件非常多 自助我们的利党 让我们的任君隆来发起 和我们的金顺里大家的共同来基盘 可以说在这几年 都可以让地方担来平安 包括我们的大报西 演化 这个利弊事件 可以说港料非常之处 可以说做成 我们的很多家庭 他这个不幸 可以担担的减酒减金 他可以说他们的三里 除了说我们的幽默 和我们的叉角金顺 所以大家台湾 我们的沿线 都来普通 这个晚魂 可以祈求台湾的平安 今年在大报西中原普渡时 三峡区岔角里里长林昆朗 请道航高声的道士 在大报西沿线十大危险水域 免费超度历年来的密地晚魂 招引晚魂让王者安息 也让来这里玩水的游客 可以达到平安 中佳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